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采取同情的态度 而应该采取平等的态度 当其他人对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有污名或者歧视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勇气进行纠正 当遇到性与性别少数者受到欺凌和暴力对待的时候 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进行阻止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成为和性与性别少数者站在一起的一员 而不是所谓的价值中立的旁观者 在技能方面 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不要忽视来访者的多元文化背景 而要重视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 我们要允许来访者按自己的节奏向咨询师出柜 我们要使用肯定性的 而不是带有偏见的咨询技术 我们要与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认真地谈论和倾听 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应该抛开异性恋主义偏见对访谈和评估过程带来的影响 更重要一点 我们应该认识到和识别出自己的局限性 当我们无法做到以性与性别少数者的文化背景 来对他们提供有效的咨询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到及时的转介 所以各位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 你是否具有了这样的态度 知识和技能 当然 这样的态度 知识和技能 是处于不断学习中的过程 最后呢 我想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 《关于性与性别少数的态度》的一句话 来做这门课程的结尾 潘基文在某一年的5月17日 全球不在孔同日这一天发表演讲 他在演讲中说道 一些人会拒绝改变 他们会以文化 传统和宗教的名义来维持现状 我尊重文化传统和宗教 但这些永远不可以 为否认基本权利而辩护 我在这里向人类大家庭中的 同性恋者 双性恋者和 跨性别成员保证 我与你们同在 各位 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保证 我与你们同在呢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各位收看肯定咨询法这门课程 让我们一起努力建构 对于性与性别少数多元接受的文化 谢谢大家